大陸維權律師王全璋因為人權發聲 代理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等敏感案件 於2015年709維權律師打抓捕期間被捕 持續關押已近5年 其中很長時間音訊全無 外界普遍質疑王全璋曾遭受中共酷刑折磨 4月5號上午 身在北京的王全璋妻子李文足 在網上發布消息告知 王全璋已經離開山東林一監獄 被警察送到濟南自己的房子裡 房子本已出租 但警察把住戶趕走了 王全璋在電話中說自己沒有手機 是用身邊社區工作人員的手機打的 對於為丈夫重獲自由四處奔走 飽受磨難的李文足來說 一直盼著丈夫出獄 回北京與家人團聚 但中共當局強行將王全璋送到濟南 使得李文足的盼望又一次落空 還是讓我們一家人分離 他們這種做法 實在是太過分了 李文足表示 警察聲稱 濟南任城監獄發生中共病毒傳染 要對所有出監獄的人在戶籍地隔離 但他認為這是當局以疫情為藉口 繼續非法限制王全璋的人身自由 企圖長期對其進行軟禁隔離 就像江天勇律師那樣 獲釋後一直被軟禁在鄉下老家 因為合情合理 合法的這些東西拿出來說的話 他都是應該第一時間回北京的 因為我們一直是在北京生活 而且我現在和孩子都在北京 他那個既然從監獄出來 肯定是有相關的證明的 他的身體啊什麼都是健康的 那除非就是淋漁監獄 有什麼問題 有疫情 有謊言 否則的話他是可以直接回北京的 那為什麼要去濟南 所以我是堅決不同意 北京律師包隆均也表示 即使就疫情來說 當局也沒有任何理由不讓王全璋回北京 因為現在實行健康碼 按照規定 只要經檢查沒有感染中共肺炎 並在另一個地區 已經待夠十幾天的情況下 就可以去其他地方 當局的做法完全違背人性和倫理 此前一天 李文足也曾接到王全璋從監獄打來的電話 似乎是在獄方的逼迫下 試圖說服李文足不要前去監獄接人 王全璋稱 獄方已做安排 要把他送至濟南 對此 李文足表示絕不接受 要求王全璋回北京與其兒團聚 李文足本來早已計劃好要去林儀接丈夫回家 但最近 北京新出了一個防疫規定 禁止湖北籍人士入京 這意味著 身為湖北籍的李文足 一旦離京就不能返回 很可能會與王全璋一起被受控在外 雙雙失去自由 王全璋回來了 我們都盼了近五年了 眼看著日子一天一天近了 我卻不能在第一時間見到他 不能去監獄門口接他回家 王全璋曾在信中要求家人 4號要去給他送雙運動鞋 但就在4號當天 於啟程前往監獄接弟弟出獄的王全璋 在單位遭到多名便衣攔截控制 王全璋被送到濟南後 李和平律師的妻子王俏齡 從網上訂購鮮花送給王全璋 但送花的人被攔截帶走 王全璋的弟弟前去看望王全璋 被很多不明人士攔住 並被帶到派出所 嚴加審問